瑞穗香农会为了促销优质文旦柚之际 收购文旦柚的格外品作为加工原料之用的作业 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除了排除格外品进入市场影响品质和市价 另外一方面农会和国内两家知名的加工企业厂商合作 把文旦柚皮冷榨成为精油原料来加工 研发创造文旦柚农产附加价值 可以说是一举素得 从8月24号起瑞穗香农会及货场内 用麻袋装的文旦大国一包一包的堆积如山 一旁工人各司其职 忙着徒手削皮用机器碾柚皮杂质 准备作为文旦加工品的原料 我们就杂青油啊 对 杂青油 做了第几天 我第五天啊 对 这样薪水好吗 很好 工作全部轻松 轻松 没事就来这边做 做一做也好啊 大家都只这样聊聊天 说说像也比较好过日子 你做了十几天了 我做了十几天了 十几天了 文旦柚炸之过程 多半仍需仰赖人工 大量收购文旦格外平的农会 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特别聘雇 三十多位包括自强外衣 减兽行人在内的零食工 协助完成大国收购 加工作业 也提供在地短期农工的机会 详情民众也趋之若鹜 柚子巾啊 柚子巾啊 对啊 你已经在那边几天了 然后我做十几天了 都是切文旦用吗 还是还有榨油 都有啊 就切榨油也有啊 你觉得这样农会产品 做这样的加工 你觉得怎样 不错啦 政府的政策 这样照顾农民啦 日志江农会 今年预计收购 四十万吨的文旦格外品 并结合国内两家 知名的加工企业厂商合作 共同推广文旦加工品 农会提供原料 准备加工用来 制作精油 文旦清洁剂 以及吸收乳 等等的各项文旦加工品 八月二十四号开始 我们就开始收购 那目前收购 差不多有二十四万斤 那预计在九月二十五号截止 完成收购 文旦削皮榨精油的部分 它以二十公升的桶的量 到昨天为止 已经做出九十九桶 那大概已经完成 大概六成 收购文旦格外品 瑞税巷农会先行筛减 格外品进入市场 避免影响市场品质与价格 再者也进一步研发 文旦有加工品 提升农产附加价值 农会文旦格外品收购作业 预计在九月二十五号截止 也请文旦又农 能多多配合 记者师玉兰瑞税采访报道